有人说钱很熟,但是没钱你更熟 钱是社会商品中最有用的东西 钱不是万能,但没钱是万万不能 我们都知道现在是经济社会,处处都离不开钱 当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就知道寸步难行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自己过得如何 一定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因为有一天,当你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 急需用钱,你就会发现 你周围所有的人,他们都不愿意去借给你钱 因为像你这种平时好似懒做的人 他们觉得把钱借给你,你也没有能力去还给他们 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明白,有钱能是鬼推磨 所以我们不管自己现在所吃的苦有多累 一定要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变得很富裕 在我身边就发生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我朋友他结婚的时候 因为当初是事先怀孕,所以他的父母根本就不同意 他和他现在的老公在一起 因为他的父母认为,如果他嫁给了现在这个老公 他今后过得肯定非常的辛苦 日子绝对不好过,所有人都瞧不起他 可是我朋友他执意坚决自己的决定,和老公在一起 于是他的父母就向他老公家里人要了十万块钱作为补偿 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老公因为自己还年轻 无能为力就寻求他的父亲 可是他父亲一辈子都知道有手好闲 根本就没有多少钱 平时连自己搓烟喝酒的钱都没有 他哪有能力去帮助自己的儿子 就在这个时候,他父亲就想到了去借钱 可是每次去向别人借钱都是双手阿龟 因为当他开口的时候,人家立马拒绝他 告诉他,就算有钱也不会借给他这种人 没办法,我朋友他老公就自己亲自出马 像他的姥姥家借了将近有五万块钱的样子 之后才把这件事情给解决掉 所以通过一个简简单单的小例子 就能够让我们明白 生活在这个经济社会当中 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会发现 连你自己的亲戚朋友,甚至是你的父母 他们都瞧不起你 因为他们总是会觉得 你就是这个社会中的败类 永远都是烂泥扶不上墙 别人帮你一时可以,但总不可能帮你一时 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和自己的家庭要去过 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钱全部都花在你的身上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明白一个道理 生活在这个有钱的社会中 如果你一味的不去努力 只是整天坐在家里面做你的白日梦 那么你会发现很多女人都会远离你 包括你自己的亲生母亲 或者是你的儿子和女儿 因为他们会认为像你这种父亲 只会丢他们的面子 永远让他们在别人的面前抬不起头 不管自己有多么的伟大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总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想起自己没有钱摆平不了任何事情 这个时候你才会去伸手向别人借钱 我们有钱我们可以摆平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能够知道 现如今很多有钱的家庭 他们往往在自己闯祸的同时 立马就可以摆平 但对于那些没有钱的家庭 他们一旦在外面惹出了麻烦 他们就会急得焦头烂额 因为他们本身就没有很多的钱 所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们也摆平不了 人可以没钱 但要有大气 不予无知便利 不予小人斗气 人可以没钱 但要有骨气 占就顶天立地 活就一身傲气 人可以没钱 但要有志气 靠自己努力 创出一片天地